相信大家自動玩了一段時間,已經開始卡關了。大家開始改用手動打。 今天會說一些手動打滴技巧,也會介紹如何打一些難打滴角色,好像是Cody和風狼等。 那先來說一下我建議裝備的奧義吧。 第一個建議裝備的是東降亂武,可以中斷對手的大招。 但他會先攻擊前排敵人,之後才攻擊後排。如果需要斷後排大招,就需要很準確的時間。 建議大家斷前排大招時使用。另外他也會把對手推向場邊,這樣能令範圍技能更易打中對手。 第二個建議裝備的是幻影掠陣,這個奧義可以同時斷前排和後排的大招。 雖然當中有空檔時間,但相對來說是比較易斷大招的一個奧義。 第三個建議使用的是工會中的能量超載,這個在越級挑戰,攻擊力不夠時,補尾刀用的。 我們用9,40的實戰簡單講一下如何中斷對手。 五方春麗先攻,拿到手攻能量,開場可直接開大招。 想知道對手開大招時間,可看上面的能量條,數字由一轉零時就可以按奧夜了。 這次是敵方後排用大招,可用幻影略陣中斷。 連招也中斷了。 對手只剩下一坦一攻擊手,用能量超讚秒掉攻擊手,就可以輕鬆帶過。 之後介紹一下如何應對Cody。 我方先攻夠能量開大招,但我們可留著不用。 當對手用大招時,我們用幻影略陣中斷,這時也上了一個破甲給對手。 現在我們就可以連續用兩次大招,直接秒殺Cody了。 當時我還是看下方畫面來斷招,以為對手開大招,一個失誤早斷了。 還好最後用能量超讚連發大招過關了。 所以我是建議看上方的能量條,來決定斷招的時間。 我們來多看一場對Cody的同樣打法吧。 用幻影略陣上破甲,兩個連招秒Cody。 東將亂武斷大招,對手被撞到一起時用大招輸出。 第二個難打低點,就是在沒抽到瘋狼的情況下,要打敗瘋狼。 先說最簡單的方法,就是向朋友借瘋狼回來。 在道場中的斜戰,是可以向朋友申請借用的,只借到超過121等級的瘋狼,就不會有後手被秒了。 但要留意一下,瘋狼一個星期只能夠借用兩次,必要時才使用。 那如果用完借來的瘋狼呢?我們可以用121等以上的Cody破解。 起手就用Cody開大招,之後連招連發。 對手被打時不能出手攻擊,沒攻擊下能量上升慢了,開大招會慢了。 東將亂武會在對手出完大招後準備好,那我們就可以斷其他連招,不會被一波帶走。 之後就正常打就可以了。 換隱略陣上破甲再用大招。 那如果對手有瘋狼和Cody呢?其實Cody的大招也可以斷大招的,但要對手剛好後排用大招才能夠斷到。 好像15、40這一場,Cody可以斷第一次對手用能量的大招。 對手Cody用免費大招時,就可以用東將亂武斷他,五方就同時用連招打他們,拖一下時間。 之後對手夠能量用大招時,我們也可以用幻影略陣斷他們了。 之後就是比輸出的時候,在五方大招能量快滿時使用能量超載,那就可以連續用三次大招秒對手了。 速度比對手慢,也可以用Cody破解。 我用Cody的大招中斷Boss的大招,那對手就沒有先手的優勢了。 有足夠能量連多一次大招。 Boss血量剩下不多,可以用能量超載秒殺他。 你會發現Boss死後能量歸零,可以為我們爭取一點時間。 本田的三技是可以擋下一吹的大招,雖然今次用影略陣完美中斷了。 用Porzen之愛預判是可以控制一吹,用一吹大招打對手,但今次我只是用來斷後排的大招。 今天介紹打法就到這裡,如果覺得有用的話,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。 我是你豬我豬。我不懂說國語,做一個視頻花上了很多時間。 如果缺少了你的一個Like,我怕我會支持不住了。下次見。